三合国店 吃了一口点净净 没了 三合国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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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三合国店 现在我来到城海 这一家三合国店 现在老板还没有正式摆到外面出来 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买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 这么热闹的三合国店到底是什么味道吧 米倒锅开始天海店 我在买店 有店 我老师 不然能放下来 有宅店,我们来找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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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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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要做了很多? 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中国弄了 你就来的时候,有一点 7、8、8、8天 很想要做 7、8天 米倒锅,现在牙店的牙店做的吗? 来吗 我现在吃了米 我们现在吃远牙 那么吃了米 然后吃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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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还在这儿 但是吃了这儿 rather 我是来远牙 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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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 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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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是千层高 是呀 印度是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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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它是米豆糕 这个大米部分呢 是很软很软的 米香味并不是很重 而反而是这个赤豆的味道 比较重 豆香跟米香 然后加上这个 汤汁辣的味道 所以这个整个口感呢 就是 软 香 还有一点点 咸 这么一看呢 它是有一点点像有 Betterneck的感觉 但吃起来不是的 而且它这个米真的很软很软 你根本不用用什么力气去嚼的 它就直接这样融化了 那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 刚刚上来这里呢 就发现会有很多人来买 所以呢 这种味道就是 咸咸咸咸 然后呢 我觉得老板特别的厉害 因为在城海地区呢 其实很少有人做这种米豆糕 而且做这个的制作时间是比较长的 需要比较长的耐心 吃了才会有什么东西 冬金吗 哈哈 没啊 没那么不好吃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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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没有 是 不然 没有做 要弄劲 也没有要穿了 可是比没有就不好 看来双头 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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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进去呢 也是可以吃到米香还有萝卜的清香 但是它是不够的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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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冰湯 这里除了米豆糕呢 还有 双头 那其实我们潮汉地区的菜头果有很多 今天来试一下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 它这个外皮呢 是有煎的 所以是比较酥脆的 而里面呢 是软软的 咬进去呢 也是可以吃到米香还有萝卜的清香 一般吃菜头果是都会配辣椒 那这边它有另外一种就是糖 而且大家看这个糖的颜色 其实会有一点黑黑 是因为里面加了一点芝麻 这个菜头果加糖味道是会比较清爽 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那如果加这个辣椒 后颈会有一点辣 所以个人是会比较喜欢加这个辣椒的 一般来这里买的顾客 除了买一份米豆糕 还会买一份菜头果 所以老板他们家 是把这两个产品都做到了极致 如果有来澄海连下这边 我很推荐大家 一定要来吃一下这家米豆糕 因为现在做这种小吃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了 那它每天的营业时间 是从早上三点到凌晨的一点 要早点来 因为米豆糕很容易就买完了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